真爱 爸爸和妈妈正在教哄红什么是真爱 小朋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小宝贝,水果切好了,赶快过来吃 我要先选叉子,我最喜欢有爱心图案的叉子 嗯,哄红,这个有红色爱心图案的叉子给你用 爸爸最有爱心,最疼哄红了 对了,红红知道真正的爱是什么吗 爸爸把我最喜欢的东西让给我,这就是爱 如果说我们只知道追求自己的幸福 只知道保护自己的利益 那么我们不懂什么是爱哦 嗯,爱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它是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纯真善良,无私而包容的力量 嗯,我懂了 那么爱在哪里呢 爱就在我们的四周啊 史怀哲放弃他在文明社会忧郁生活 现身于落后的蛮荒非洲 以具体的医疗行动去帮助当地的土著 这就是爱 东南亚海啸灾难发生后 全世界总动员 齐心救助灾民 而且持续协助灾区重建工作 这也是爱啊 原来如此 那,换我来说说看吧 爱是将心爱的事物与朋友分享 并且在别人最需要我们的时候 慷慨而勇敢的伸出援手 嗯,哄红说的真的很好哦 这表示哄红懂得什么是爱了 对啊 我们的小宝贝长大了哦 哼,没有啦 我只是把刚才爸爸妈妈说的重合一下而已 嗯,好了 拿起你的爱心叉子一起吃水果吧 哼哼,谢谢妈妈 生字 词语 前途 未来的情况 辽阔 辽远而广阔 慷慨 大方不吝啬 造句 展览 这个展览显得有些空洞的感觉 具体 我们应该以具体的行动来表示对弱势团体的关怀 成语 爱人如己 善待他人如同爱惜自己一般 超音波上片 小朋友 你的第一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呢 找找看 也许有意想不到的精彩性头哦 妈妈 这个人是谁啊 啊 这是谁你不认得啊 这是爸爸啊 嗯 爸爸 爸爸 爸爸又不是军人 为什么穿着阿兵哥的衣服呢 男生都要当兵啊 这是爸爸当兵的时候的照片 哦 是爸爸当兵的时候哦 嗯 可是这张照片一点都不像爸爸 是哦 那是因为爸爸现在变胖了吧 以前的脸瘦瘦的 当兵又一直晒太阳 脸都黑黑的 对啊 好像黑人哦 呵呵呵呵 你们猜猜看 这张小宝宝的照片是谁啊 这是亮亮吗 还是我 这个不是我吧 我怎么可能穿粉红色的衣服呢 呵呵呵 这是你啊 呵 这是我 这是我吗 真的 这的确是你 还有一张更劲爆的呢 那 这张照片 是洗澡的时候拍的哦 啊 我没有穿衣服啊 是是是哦 乐乐光练力哦 没有穿衣服 呵呵呵 我小时候 你这么可爱哦 当然了 可爱的小乐乐 来 你们看这张照片又是谁啊 嗯 这怎么看得清楚啊 只看到一个小宝宝的身体 脸都看不清楚啊 这很特别哦 是一张超音波照片 这是你们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拍的照片 哇 真有趣哦 原来我们在妈妈肚子里就有拍照了 是啊 这才是你们的第一张照片呢 生字 词 词语 相片 照片 还有一双神奇的翘首 还有一双神奇的巧手 找到 找到 他终于找到仪式的课本了 成语 大富翩翩 形容肚子很大的样子 危险的游戏 小朋友 你知道植物园是怎么来的吗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嘿嘿 我就知道你躲在这里 我看到你了 你出来吧 啊 我躲得这么隐秘 你怎么找得到我 哼 真的好厉害哦 你们在玩躲迷藏啊 要特别小心窗帘拉绳哦 万一脖子被缠住 会很危险的哦 啊 我们会很小心的 不过脖子被窗帘拉绳缠住 会怎么样哦 被缠住会窒息呀 说不定还会变成植物人呢 植物人 嗯 他们没有办法做连接思考 运动和意识反应等活动 只能靠着自律神经系统维持生命 所以称作植物人 也就是只能安安静静的躺在床上 没有欢笑 没有希望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奇迹而醒过来 啊 好可怕哦 怎么会变成这样 大部分是因为一些意外造成的 比如说车祸造成脑震荡 或者是洗澡的时候 热水汽瓦斯外漏 吸入过多的一氧化碳中毒 也可能会变成植物人哦 嗯 只要导致脑部缺氧过久的意外事件 都有可能会造成植物人的悲剧 哦 原来如此哦 哥哥 我们还是不要玩躲迷藏的呢 好吧 那我们看电视吧 生字 词语 瘦削 身体消瘦 肌肉减消 蜜水 落入水中 入窗 病名 因为久卧在床 局部皮肤长期遭受压迫 使血液循环不顺 而引起皮肤和肌肉组织发炎 坏死 灰烂等的症状 道具 窒息 小孩子玩塑膠带 容易发生窒息的危险 穿梭 小女孩穿梭在人群中卖花 成语 昏昏欲睡 精神恍惚 非常想睡觉 形容非常疲累的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是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